一年一度的雪兰娥 仁佳龙 佛光山 冬产寺 平安灯会 花艺展正式开放给大众参观 上千朵开得艳丽的湖姬花形成了花海景观 吸引了不少的民众前来赏花 每年的农历新年 仁佳龙 冬产寺都会披上新装 变成花城 上千朵湖姬花争起斗艳 花香扑鼻 招风影蝶 也吸引源源不绝的游客到访 艳阳下缤纷娇艳齐放的湖姬花成了摄影师镜头下最佳主角 这里的花 尤其是那个湖姬 那个Orchid 它种得很好 我在湖姬远远没有见他们种得这样好的 所以我对他们的种植方式很欣赏 所以它的湖姬我在这里拍 大多数如果我是拍花草的时候 我是拍它的湖姬 那湖姬花真的很美 感受一下新年的气氛 因为很多花植物在家没得看 那边过年感受那个气氛 花给我们之心有点愉快 我觉得我精神舒爽 花海中一名乌衣女子的身影格外显眼 她抛开了宗教的壁会 随同华裔好友来到东产寺 首次她入佛教圣地的她心情兴奋 还希望下次带上家人一同到来了解华人传统文化 东产寺在农历新年期间举办一系列活动 明晚八点将有瓷碎朴佛送金仪式 重头戏当然是出席夜烧连香和敲平安中 八度空间邓穗金 任佳龙报道